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我们长时间处于高强度的运动中,容易出现韧带损伤, 以及关节扭上的情况,从而会引起滑膜炎的, 导致关节积水,活动受限制,或者是肿胀。 人的关节中分布了很多的感知神经,也会压迫受到神经的,导致疼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滑膜炎的救命药,能够还好地减少滑膜炎的关节疼痛, 而且还能够疏通经络,预防骨质流失,补钙补铁, 对这应的好处很多的一道食疗方。 小米是我们常见的一种骨类, 主于粗粮的,小米不仅口感特别的丰富, 营养更加的全面,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还有利用的。 小米具有清香开胃,养味的功效, 所以挑选小米的时候,尽量选择新鲜的, 颗粒饱满的,个头小一点也没有关系的。 像我这样的小米颜色淡淡的, 而且颗粒饱满,并要有光泽, 闻着有一股浓郁的米香味, 尝一下味道微微的甜, 这样的小米最好啦。 淘小米的次数不要太多啦, 两边就可以。 而且,淘小米的时候, 用手慢慢的捏,不要使劲啦。 如果使劲的话,营养会流失的。 再准备一根铁棍山药,刮去外皮。 对山药过敏的朋友们, 它手套操作,不然的话太痒啦。 如果朋友不小心, 山药的年夜比较痒,也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用白醋, 搓一搓比较痒的地方, 过一会儿就可以缓解啦。 山药可以健脾养味, 滋补干肾, 撞羊。 日常生活中, 可以多吃山药的。 尤其是脾胃不好, 消化不良的。 可以多吃一些山药, 包液山药汤。 黑米具有非常不错的滋补作用的。 黑色、熟水、走肾。 黑米中富含特别丰富的蛋白质。 钙、 银、 铁、 维生素。 解黑米也有滋补的作用。 可以滋阴、 润肺、 撞羊。 经常吃黑米, 可以强壮骨骼。 滋养干肾。 再准备一把黑豆。 黑豆是黑色的, 滋补生点作用是比较强的。 黑米富含优质的蛋白质。 钙、 磷、 维生素、 膳食纤维。 经常吃黑米, 可以通用糖果的蠕动。 可以预防便秘的。 黑米粥呢, 优质蛋白, 可以为我们身体补充钙剧的。 黑豆、 性肝、 微温, 是一道非常不错的自补佳品。 营养健康又美味。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有两种黑豆, 一种是黑皮黄豆, 一种是黑皮绿豆。 我们尽量选择黑皮黄豆的, 让营养更高一层, 并且呢, 口感也比较好的。 带着我们来看一下, 黑豆写的时候掉不掉颜色, 如果掉颜色的黑豆的话, 就不是好的黑豆啦。 花生是被愉为长寿果的, 营养极体的丰富, 富含特别丰富的钙、 铁、 磷、 维生素、 矿物质, 并且确切性平均的朋友们, 多吃花生, 补充维生素, 补充钙质, 能够防止骨质痛症的流失, 并且经常吃花生, 可以预防血管堵塞, 强壮骨落, 滋补干肾, 这些的好处真的是太多啦。 再准备一小碗黑芝麻, 黑芝麻也是黑色的, 今天主打系列是黑色的, 黑色能够很好地补肾, 具有滋补干肾, 补液身体, 黑芝麻中的蛋白质含量 比较丰富的, 比干天的含量还要高, 并且上的纤维也比较充足, 经常吃黑芝麻, 可以补钙, 补铁, 补充维生素,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黑芝麻熬汤, 或者把黑芝麻研磨成末, 吃黑芝麻酱,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很香的, 很多朋友们爱吃火锅, 都会吃一些芝麻酱, 不仅增加口感, 而且可以补钙的啊, 我们这里的黑芝麻不需要太多, 大约30克就可以了。 燕麦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物, 最有特别好的药用价值的, 燕麦性品味肝, 入肝精、脾精, 具有养精益脾, 健胃润肠, 止汗的功效, 对于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高胆固醇, 便秘等疾病, 都有特别好的治疗作用的, 燕麦中含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 膳食纤维, 维生素叶酸, 氨基酸, 微量元素的营养物质, 玉米胃肝蛋, 微寒, 有健脾, 不肺, 天儿的功效, 经常吃玉米, 可以方癌抗癌, 玉米能够促进现人代谢, 要研究表明啦, 玉米具有特别好的方癌成分, 能有效的抑制癌细胞的增值, 健康人吃玉米, 能够使身体清洁, 减少肿容的发病几率, 并且玉米中含有维生素液的, 是一种美容的食品, 可以保持人体的皮肤光泽细腻, 胶出粉刺色斑。 再准备几颗核桃, 我们把核桃包一包, 老花说, 已行不行, 核桃全都像大脑一样的, 所以可以很好的补钙。 核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特别的丰富, 尤其是钙含量, 比身任何的钙片都要好的, 像平常用脑比较多, 老人小朋友们, 上学的, 工作的, 每天吃上几颗核桃, 到早餐吃, 坚果吃, 具有特别不错的刺补作用的, 补钙, 补铁, 补充维生素, 再准备一把红枣, 我们把红枣抓洗干净, 红枣具有特别好的刺补作用, 可以刺阴润肺, 强健骨骆, 阳肝, 明目, 营养价值比较高的, 我们可以多吃红枣, 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补充心, 铁等等, 打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啦, 这道滋补粥, 具有特别好的, 补肾, 补铁, 补钙, 对防骨肉充充的流失, 尤其是老年朋友们, 经常喝一喝, 退休的好处特别的多, 血管通畅, 身体健康,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